特别小心 特别谦虚 那你就改变命运了 你不能有点抱怨 这点非常重要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法师开始 好 谢谢你的问题 大家念一下 放下屠道 立地成佛 立地成佛 结果老和尚来 赶快藏在后面 结果老和尚你坐着 听我讲 坐好去把青蛙压扁了 这样 结果死了 一声 老和尚你看吗 我叫你不要杀身 你看你杀身 你会下地狱的 小和尚就哭 师父我怎么办 我会下地狱 你呢 赶快去跳崖自杀 不然你会下地狱的 然后那个小和尚完了 我出家是为我爸爸妈妈 我都还没修好了 所以我要自杀 但是我不自杀 我又下地狱怎么办 他就哭啊 哭啊 但事实上老和尚要考验他 有没有真心要改 结果他就哭哭哭 一个人跑到断崖啊 然后就朝着他爸爸妈妈的方向 磕头一直哭啊 爸妈我对不起啊 来世再跟你报答啊 我现在杀身啊 我不跳的话 又堕落地狱啊 结果他拜完以后准备跳 刚好有个年轻人走过去 年轻人看到小和尚要自杀 一把抓住 小朋友你要干嘛 你不要抓我啊 我师父说我杀死青蛙会下地狱啊 所以我如果不跳下去啊 我会下无间地狱啊 那个年轻人一听 蛤 那还得了 为什么 他是杀猪的 我一天杀二三十四猪 你杀一只青蛙就要下地狱 那怎么办 我替你跳 他就把小和尚往后面 蹦 他就跳下去了 这个叫放下徒刀 故事中出来 结果他跳下去 老和尚早就在下面等他了 用莲花 用莲花把它拿出来讲 立地成佛了 屠夫都可以 所以我想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还没有成佛 放下徒 这个徒刀是什么 伤害自己的烦恼刀 你要把它消除掉 贪嗔痴 各位不要再生气了 好不好 简不简单 生气本来就是假的 那只是一个感觉而已 有什么困难 所以贪嗔是这些烦恼 就是伤害你生命的 你能够放下这个贪欲 各位不要再抽烟了好不好 太简单了 不要再喝酒好不好 更容易 不要再谈恋好不好 那本来就没有恋爱好谈 有什么好谈 因为世间都是假的虚幻了 什么叫恋爱 没有人那是骗人的 金刚刚说什么都是假的 对不对 但是你会觉得那是真的 如果你觉得真的你就抓着不放 请问爱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这个身体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也知道假的 那你那么爱它干嘛 就是因为你觉得 这个身体是我的 我身材蛮sexy的 我要穿给外国人看 事实上 这些就是 这些就是 比较什么 比较 不入流的 没水准的 对不对 所以 因为思想比较肤浅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所以放下屠刀就是 你知道贪嗔痴 你可以放下的 你就可以用你的佛心 来做事 用佛心来做事 你就是代表佛 不是说你成佛了 佛心就是菩提心 我们现在就怀着 愿意成佛度众生的心 那念佛当下就是佛 对 你要用佛心来念佛 叫一心念佛 不是什么都不理就一直阿弥陀佛 而是要了解阿弥陀佛的心 释迦牟尼佛的心 跟行为融入在念佛的行动里面 所以你只要发起这个佛心 保证成佛 就像那个屠夫有惭愧心 而且还愿意替小和尚死 你看他伟不伟大 所以我想这个世间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愿力不可失忆 地藏王菩萨发愿 他的妈妈可以从地狱超度 太容易了 所以经常有人问我说 师父我妈妈得癌症死的 我花很多钱要帮他超度 不知道超度的没有 我说很简单 你发愿吃素他也会离苦 你发愿送三遍地藏经 他也会离苦 你按照灌顶经 前程为他点灯四十九盏供佛 他也会离苦 只要你有信心 但是重点不是帮自己父母 是以帮自己父母的方法 去帮助众生 那很多菩萨有个说 七部地藏经要念多久 那还不简单 我们造学法师有地藏经共修 你来参加就好了 有100个就100遍了 还不容易 现场有50个就50遍了 这个叫什么 来 共善业功德 所以各位共修很重要 共修你可以帮助我 我可以帮助你 一个人念一遍 两个人两遍 三个人变四遍 四个人变八遍 五个人进来变十六遍 越后面来了功德越大 所以这个叫等笔针 所以大家一起在那边念新经 100个人一百遍了 力量就很大 所以共修的力量来回向 为什么要写牌回向给他们 他们必定能够离苦 所以放下屠刀立立成佛 好不好 不要生气了 不要吃肉了 简不简单 造句法师答应了 他会每天煮像今天这么好吃的 素食给大家吃 他说外面那间本来就餐厅 所以要搞成素食餐厅就好了 所以我想会煮了 大家来帮忙 对不对 慈悲素食 煮素要煮的比荤的好吃 人家才要吃 所以这个很容易 不困难 天上的食物叫甘露 甘露是没有肉的 但却可以比人间什么都好吃 所以我们不吃水啊米啊 宁甘露咒就会变甘露 所以我们造句法师 要盖的道场叫甘露寺 那还得了 充满甘露 要利益众生 好 各位还有问题吗 后面 如果你要赶着回家 可以 感恩法师 就是比如说我这边 这边有一个小道场 那边有一个大道场 大道场人很多 当然就是说 我去大道 我去大道场跟着共修的话 可能功德大一些 可是我考虑这个小道场 维护的人太少了 我情愿就是去帮助这个小道场 而放弃就是去大道场 共修得更大功德的机会 这个 好 谢谢你的问题 谢谢 佛法在直不在量 所以佛听说 你供养整个地球的阿罗汉 还不如供养一个发菩提心的人 所谓道 道场它有没有道很重要 它有没有道 道就是菩提心 或是解脱心 并不是说人多就有道 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掌握 你的动机也很重要 参加共修人的动机也很重要 所以我想 大或小那道其次 而是说 你真心有一个 有一个利益众生的心态 那些不断 还有做一些不断 如果来 那些不断 有一个的 那么就要 那些不断 因为他也会说 那些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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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也不断 那些不断 那些不断 愿他们往生净土将来成佛 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不会往生净土 这个叫发菩提心念佛 这个力量最大 所以我认为有道场共修最好 没道场 家里就是道场 道场在这边 所以人家问你 你信哪一教了 你想说 身体是我的道场 慈悲是我的宗教 因为你的身体受戒律清净 你的内心里面有一个绝对利益众生的心态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我想有空可以去大道场 偶尔去小道场 我不能叫你说不要去大道场 那我就会 不行的 但是哪一个动机好 最重要 那我们要怀着一个很好的动机 比较重要 好 第三个问题 丁丽海涛法师 多谢您开示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本人是做法律工作的 虽然在法律规则等原则下 允许我以最大原则为我的当事人负责 但是如果在我的辩论过程中 伤害到对方 而且是不得不的 我如何以发菩提心的方式继续职业 好 谢谢您的问题 善业恶业 在于动机 如果我这样做 在金钱的利益 结果我伤害了对方 因为对方本来没有 我为了要赢嘛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讲出 真实对他有伤害的 就怕就算这场官司你赢了 你还是造了一个恶业 有这个意思 那这个恶业就会对我们影响很大 所以当然一个真正修行的人 八正道叫我们要正命 正命就是说 我们维持生命的一个工作 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因果观念 不能以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 那是不应该的 包括我们出家人也一样 出家人也要生活 信徒供养我们 但是我们也不能邪命 不能邪命 那所以我想 当然那就像 你去开酒吧 虽然好像是合法律 那这个是邪命 为什么 因为你买卖酒烟给别人 让别人去造业 可能开车撞死人 那不应该 你搞中药行 结果你卖的是什么海马 什么什么一些动物的 那这个也是不好 为什么 因为这样 虽然你帮助了人类 但是你伤害了动物 所以也是一个不好的 所以你能够问这个问题 代表你有很好的发心 你不想要造恶业 所以我想 佛跟魔 什么叫佛 就是你有悲心 魔就是有死心 这个可以赚十万 这个你讲这种话 搞不好半毛钱赚不到 但是你要 所谓规法就是服从真理 你不能服从你的欲望 这个叫三宝地址 三宝归佛 归法 归生 最重要的是归法 法就是因果 真理 就像我做一个比喻好了 今天有人抓一只老鼠在前面 因为我很喜欢放生 他说 如果你打死那只老鼠 那我就不砍你 你不打死那只老鼠 我就把你手砍断 我是个规法的人 我是个喜欢放生的 请问我要做什么决定 我一定要手给他砍 我不可能伤害这老鼠 我会很痛 但是这个我叫三归一戒 不然我就破戒了 真实有人如此 有一位老法师手被砸得烂烂的 因为他们拿那个土拨鼠 要他杀 他不杀就用石头把它砸烂 结果他后来每次人家问他 他说这个就是我慈悲心的标记 我永远守护慈悲心 所以我想我们在选择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以自私或伤害对方为满足 我们不能为五斗米为金钱和伤害真理 因为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我是三宝弟子 我不能够违背真理 这一点是最难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维持八正道 可能我们眼前吃亏了 赚不了钱 但是我们永恒的得福报了 如果你眼前为了这个现实的利益 去出卖佛法 可能你眼前得到了 但是你要无量事在地狱二鬼堂 那话不来 所以佛陀说 宁可持戒而升天 不可破戒而活 我想修行人的戒律 比世界的道德还严谨 就这个意思 所以谢谢你的问题 你能够这样想 大家以后要找法律就找他 他不会骗你 因为这佛教徒 佛教徒开医生馆 开餐厅 开什么都是要如理如法 因为这是要对被社会人尊敬 这很重要 好 再两个问题 丁丽海涛法师 我是一个初学佛的 前几天跟一个朋友有聊起 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回答他 因为他说 他是一个学者 他说他有研究 他既相信基督教 也相信佛教 他说基督教解释了 他说有些问题 能够回答他的疑问 就是人类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那个时候 应该是基督教说 上帝创造了所有的万物 他就觉得 就是解释了他的一些疑惑 但是我跟他说 我们佛教人的来源 是因为业力牵引 轮回才来到这个世间的 他就说他最初的人是哪里来的 后来我当时我也不明白 我就查了一下 就是说我们人类 应该是从光阴天的神 然后来到这个地球 喝了那个水 然后就是业力的问题 身体变重 成为最初的人类 那么我就在想 那个时候的地球 又是哪里来的呢 好 谢谢 我们叫业感 就是业力感召 就像各位 你为什么会来加拿大呢 因为你有一点小钱 也喜欢移民 大家有一个共业 但是佛陀说 有些问题不要去 还不需要马上回答 或去了解 佛陀这样比喻 今天有一只剑 射在你身上 你不要去问这个剑 哪里来的 你现在要做的是赶快拔剑 也就是说 在你身上 现在有什么问题 会让你痛苦 贪嗔痴恶业的问题 然后先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把佛教当作 弹玄说庙的学术 学术 佛法是一种实修 针对问题 有一点像医生面对病人 我要的是你止痛 好了 我要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当然 你这位朋友问你这个问题 你可以很谦虚的回答他 这个我不太了解 但是尊重信仰的自由 信仰最主要是你自己规定 你自己希望得到什么 像我们基督教有没有天堂 有啊 真的有天堂 基督教的天堂上帝是在犯天 道教的天是在逃离天 明明有天堂 只是他希望升天 那我们不要去改变他的信仰 那佛教的基本目的是什么 解脱轮回 为什么要解脱 因为天上的寿命也是有限的 佛陀为什么要讲说光阴天下来 连天神光阴天的寿命 是几百万亿年 算不完了 但是光阴天的寿命 也有享受完了一天 然后他就变成了投胎做人 人又不懂佛法造恶业 然后就做出生下地 就不断的轮回 所以佛陀会这样讲是说 连生到光阴天 什么叫光阴天 不需要吃饭 不需要谈难你的爱情 那边只有很庄严的光 最好听的音乐 那就是犯天的意思 连在犯天你就会 都会因缘道了 福报想法都会堕落轮回了 所以以基督教的立场升天 我们希望他升天 只要符合他们的教义的行为 道德行为就可以升天的 但是我们不要跟他变说 佛教好还是基督教好 这样讲 我认为佛法不是宗教可以这样讲 佛法是空气 是冷气 是水 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方法 只是有些人 他追求的层次是 来试快乐就好了 对不对 或是现世快乐就好了 来试升天 我们尊重他 尊重他 但是你为什么要成佛 等他升天了 将来你成佛了 或从极乐世界再来 你可以到天上去跟他说法 所以释迦牟尼佛要到韬利天 一皇帝 你为他的母亲跟诸天神说 发菩提心的地藏本圆境 所以我想应该这样回答 当然你如果愿意研究这些都没问题 佛教让你研究不完 因为我们召叙法师说要开佛学院 叫星齐佛 礼拜六礼拜天就来做学生 但是佛法不是拿来研究的 佛法是知行合一 知道以后你必须落实在你身心的进化 以及对待其他生命的实际的行动 这个比较重要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好像越来越热了 好 在后面 好吧 丁丽海涛法师 我是想问一下 如果家里面有老鼠或者是蚊虫 怎么样跟他们结一个善缘 然后还可以保护家里的家人安全卫生 谢谢你的问题 首先要把握的原则是 绝对不能伤害他 身为一个佛教徒 规法以后就要发誓 从今日乃至今未来世 乃至这一辈子 不伤害任何生命这个原则要保护住 也不能去伤害他 那第二个 众生皆有灵性 他们都有感应的 你要抓老鼠 你不能讲话 你一讲话他就跑掉了 中国人都知道 他很聪明的 所以众生皆有灵性 只是你要跟他说 你不要住这边 我拿好吃的给你 我帮你移民到加拿大 因为我们有护生园 我们那个护生园 那个老鼠 我都跟狗一样的肥 因为我们护生园里面 没有人会去伤害的 每天吃饱饱 所以我会跟他们讲说 老鼠老鼠 就进这个里面 有个笼子 你要进去的 这下你就移民到加拿大了 哇 那个地方可好了 在家里很危险的 蚂蚁一样 蚂蚁你对它好 你拿一些食物在一个 人不会踏到的角落 蚂蚁啊蚂蚁啊 给你吃甘露 希望你移到别的地方 或是吃了这个甘露 自动舍抱以后 升天它就越来越少了 但是如果你伤害它 它只会投胎到你家 然后将来做你的孙子 好好来报老鼠恨 我们叫布尿七亚湾 附近来叫报老鼠冤 成为你的媳妇 好好地折腾你这样 这是真的 所以你不能伤害它 你只能说对它好 诸婆菩萨加持它 它就会 你会发觉不可思议 它就不见了 如果你一直帮助它 它还是在呢 那你就是欠它债 你要好好还债 但是你还是不能伤害它 所以这个叫 忍入了功德 超过于慈戒的功德 你要忍 难道你将来结婚了 或是儿子不好 你就要把它fire吗 不可能 你还是要好好的爱它 改造它 但是佛教讲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当然有一个咒 念一下 普安咒 我知道各位不会念 这个普安咒 把录音带买回来 一放在那边 普安祖师就一直帮你 24小时在那边念 然后那些老鼠 蚊虫就会不见了 那些普安咒的功德 如果你不会 那你就一心其请 普安祖师加持 然后祖师就来了 这是他的责任 所以各位以后碰到 最痛苦的事情 不要烦恼 请佛菩萨来 这是他的责任 他的目的就是救苦救难 闻生救苦 你的老公不听话 不是不是 你的儿子不听话 你的老公不听你讲话 然后你要祈求观音菩萨 不可思议 他就会创造因缘 来着跟他脱沫 这样 不可思议 好 最后了 最后 好 阿弥陀佛法师您好 我是一个中医师 针灸师 然后有时候治疗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因果病 所谓的椰障病 也有一些患者是 直接跟众生有关 也有遇到过 然后他们过来 有时候很幸福 因为有师父在 所以师父跟他们说法 也有一个患者是 身上有三个 三位众生 然后师父说法完以后呢 有两位已经 已经放下离开了 但还有一位还是坚持 不愿意离开 然后我们就很想帮他 但是还比较难 因为总叫他忏悔一下 回向 但是还是差一点 那法师您说 有什么方法可以好一点呢 首先我们感谢妙营法师 慈悲 这是真理 一个人会生病 有三个因缘 再备一次 来 业力 鬼神 四大不挑 这个业力 就是因为我们的烦恼 杀生吃肉 造了生病的业 不孝父母 这个一定要忏悔 这个不忏悔 你看神医都没有用 因为业力 要忏悔 甚至我们汉传佛教 拜三昧水灿 拜药师宝灿 都可以 要忏悔 忏悔业障 第二个呢 超度鬼神 因为他会让你生病 就有个冤亲在 主在跟你讨债 就像你讲的 附着在身上的众生 那当然有人问我说 我哪里知道这个是不是众生 我又不会看 你不要随便问了 你问错了 你要被骗钱 问那些神婆 通灵 有时候他自己都病了 病了乱七八糟了 你还问他 鬼神事实上有时候看脸就知道了 脸色苍白 眼圈黑黑 看脸就知道了 对啊 然后事实上你心脏痛 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 你心脏不好 胃部不好 你马上要写牌位 附着在我心脏上的众生在主 你要这样写 那最好请照须法师取个法号 归佛 归分取个法号 帮他归 然后你帮他点灯做功德 他就甘愿了 不欠他债了 所谓欠他债就是你欠他债 所以你帮他做功德 放生 诵地上经 你跟他谈条件 我帮你送三遍地上经 你就离开我妈妈 但是你不能赶他走 不是离开我妈妈 他就不懂你说 我送你去极乐世界 我送你升天 那我送三遍地上经给你 你要跟他 所以明天各位如果参加八万在街 你要多写这方面的牌位 你会借由大家持戒发心的力量来回向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业力跟鬼神 业力忏悔了 鬼神超度了 医生再揪一下 按摩一下就OK了 吃错药 那维他命也会好 因为他只是一个助缘而已 助缘 但是前面两个如果没解决 绝对不行 这一点一定要 只是现代的人大部分都是鬼神 因为堕胎吃肉太多 特别各位喜欢吃活的 龙虾什么虾 那个恨的罪 所以我有一位小儿上 眼睛看得见很可怜 叫鬼眼 他每次去餐厅 看到人家吃牛排 我说师父 师父你跟他讲一声 他后面那只牛站在后面顿着他 我说你去跟他讲 我才不敢讲 因为你看得见 我看不见 师父你去跟他讲 好恐怖 各位这是真的 跑不掉 所以这一点我还是劝各位 想清楚不要再吃它 至少先不要吃活的 所以我想 但是做个医生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佛陀有规定 佛弟子 佛弟子要看医生 一定要找一个有信仰的人 信英国人不然不能给他看 特别我们出家人 因为我们出家人去看 师父你吃素 你要多吃一点肉 对不对 他就要害你 因为营养不良 缺维他命CMP 都是因为你们吃素 那有些师父就被他冻了这样 那就好吧 一天吃肉 一天吃素 害死他 早一点死 医生是你的燕亲在主 所以佛陀说你要找那个有信仰的医生 当然每一个医生旁边都配一个庙营法师 就解决了 所以我各位还是要这么做 你说生病到底是不是鬼神 你要说 那么大悲观音啥 那么大悲观音啥 如果我妈妈身上的病是堕胎胎儿或是祖先 你要一个问 一个一个问 是的话 加一杯 然后就 然后就用 你要很虔诚 很准的 然后如果你跟他谈条件 是 那我会帮你放声点灯四十九遍 我为了你送三遍地藏经 希望你能够超度离苦好不好 好 那就OK了 知道吗 你要跟他谈 因为你要做功德给他 好 特别各位做妈妈 你有堕胎小孩 你一定要超度他 你不超度他 他找你找你找到你腰痠背痛 不理你 你不理他他就找你儿子 开始他发烧 开始他痛 好